台北股市今天又涨了300多点了 而且今天量能回问到4000多亿 因为昨天美国股市 这两大指数又创高了 道琼再创历史新高 标普500指数再创历史新高 也因此带动了这一次的美股上涨 不仅仅只有科技七雄 来看一下引领美股创历史新高 有哪一些个股标更凶 辉达昨天终于创新高 分拆之后在昨天再涨 今年的涨幅叫做178% 英平杰 这昨天君老师有讲了 做RFID的相关概念股 今年涨幅有165% 台积电ADR昨天先创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的涨幅有84% 洛克希德马丁军工族群 贝莱德摩根斯丁利 这都是金融族群这波的财报 他们打第一棒表现不错 思科今年以来涨幅有7.4% 所以这一络节目的重责大任 我们就要来看看 美国股市冲新高 这些已经先飙了 大将先往前冲 惠子老师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接下来哪一些二军 哪一些小兵 也有机会跟着往前攻 对因为最近看到有一些族群 开始扩散 就是说呢 大家看到就是目前第四季 大家比较会看的 就是说呢 比方向设备 那或者是像是CPU等等之类 那这个族群来看的话呢 那因为整个产业来说话 从上游开始带动 那慢慢就开始往上面扩散 所以开始有一些呢 大家想说那设备都很贵 那CPU有一些呢 也都很高价 所以有些比较中低价的 那比较立基型的 最近就开始慢慢开始转强 所以我们看一些这个比较这个中低价 比较中低价的 对就是说呢 可能不是几百块钱的 可能是几十块啦 那或者是一百出头之类的 这个好 对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第一个 我们先看一个 这个很便宜就是十几块 但是呢 它是连续大涨 连续涨几天之后 今天把有拉 我先看一下连展投控 今天收十四点七块钱 对对对 你看它是全喷出去 也是连续喷好几天 今天拉回来 所以短线来说的话呢 因为已经连喷三天嘛 对 所以惯率要大一点点 然后的话 今天的话 刚好往下的话 有点回撤五日线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呢 基本上来说就涨多拉回 大概五日线附近的话 大概就是一个初步支撑 这个结束了没 我是觉得没结束 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 它的这个题材 题材来说 因为第一个股价很低 因为只有十几块钱 但是它其实跟光通讯 有些关系 因为它的子公司呢 它一家子公司叫联讯 那这家公司 其实已经有CPU 相关的一些产品出来 那因为这家公司的话呢 它目前来说的话呢 就其实是蛮早以前 就开始做光纤相关的产品 所以光纤连接器之类的 大概你在它的官网上 都会看到 其他还蛮多的 那另外CPU这部分 那已经先进去了 然后再来跟美商 两家公司合作 所以的话 它出的产品来说 算是盘面上面 CPU产品里面 已经有真正有在做的 是比较比较少的 因为很多都还在 前期的发展题材 所以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呢 它技术能力其实也不错 所以我觉得 因为它的最大优势 就是因为股价很低 因为其他很多都是 几百几百的价钱 所以这样来看 我觉得是一个 可以去注意的一个方向 这个要切入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这根黑黑 把昨天的低点给跌破了 但是今天量没有昨天大 这个要切入怎么切入 我觉得切入的话 就是说你看 就是说这个在无日线附近 然后的话呢 因为昨天来讲 乖离拉上去之后 乖离是比较大一些 那最近的话可以看到 这边是外资一直在买 其实是一直有在买 就慢慢的买 那因为它所有的均线 都在这附近 所以第一个点就是说呢 它其实就中期来说 涨幅是相对比较低的 就是说没有说 离年限的乖离很大 那再来第二个来讲的话 今天应该是会有一些短线 昨天的筹码出来 所以今天拉回来之后 你就注意 明天大概在这个实体的 二分之一附近 就可以开始慢慢的建立筹码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因为是比较低档的 然后又比较低价 算是现在少数在热门族群里面 比较低价的股票 十几块钱 来往上统星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统星 那统星也是属于这个 就是也是属于CPU这一块 那就是说 我们讲到这个细光尺 细光尺最近的话就是大家看到 当然CPU是一个题材 那在全光网络也是一个题材 这个祝华好像有讲过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那将来整个的速度 就会越来越快 应该说里面本来我们的 我们的光线 只用在一个小部分里面 那现在就会慢慢把它扩大 就是说以前只是一个跟 就是晶片这里跟外面的连结 他还是用插把式的 那之后的话整到晶片去 然后整到晶片以后 会再整合起来 他就一阶段一阶段整进去 那整进去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各东西之间 以前只有在某一段东西会有 那以后可能也会再扩大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 那个族群是确实可以去 好好去留意的 那这里面的话 就我们看到很多 包括刚讲到其他光纖 CPU的股票 或光通讯的股票 那其实也都有涨 但是呢 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呢 就是在CPU相关里面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镀膜 镀膜技术 那对我讲的镀膜呢 因为光通讯的话 大家知道光本身 他出来就是红橙蓝绿蓝电子 他出来是七个颜色 那所以的话 事实上光通讯 他一定要用的就是镀膜的技术 那这个镀膜就是呢 我怎么样去留住 我要的颜色 跟我不要的颜色 就是经过镀膜的话 把说 我不要这些颜色 我只要红色 那或者是我只要哪个颜色 然后把它一层一层的 去把它选出 我要的东西 所以其实在光通讯的 这一块里面 镀膜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但是这部分来讲的话就是 国内厂商没有很多 那以统性来讲的话 其实全世界也没有很多家 那尤其是在光通讯 就是在属于这个光纤 这一块的镀膜的话 那其实厂商更少 所以相关的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留意 因为基本上来讲 这个技术门槛是蛮高的 所以的话厂商也不是很多 那股价来讲的话 也是比较低 就八十几块钱 那位界来看的话 也是相对低 因为你看他其实 中期均线也都在这附近而已 所以呢 离中期均线也不是很远 所以的话 我觉得短线上面来说的话 也是可以稍微拉回在 五日间附近的话 大家都可以留意 好这是统新来第三档 然后再来我们讲到杨博 然后杨博他其实的话呢 他是设备 但是呢大家看到最近设备 也很多都涨上去了 这个来讲的话 就相对比较便宜 因为他就一百零八块钱 但是呢他的东西里面的话 就第一个是COAS的设备 这一部分 然后再来气光纸设备 跟FOP的设备 其实他们都有一些相关 那所以的话呢 他一个就是先进封装 还有检测 然后也有半导体 前段材料的设备 好所以的话 这个的话大家发现 其实最近来看一下 K线 他其实最近也蛮强的 所以你发现有很多小兵 就是之前的话 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 而且之前根本就没有什么量 最近才开始出量 当然你看他也是 所有的均线都在这个附近 就是说有很多呢 大家在看这个族群的时候 因为你一个族群好 他不会只有一两家好吗 所以很多他会慢慢的 开始扩散出来 他的股性开始转变了吗 对他股性已经开始有些改变 因为呢他前面是 等于人家都是累积了一大段 那他其实的话 等于是底部大家都还没有筹码 所以等于是这一段开始 才开始建立筹码 所以当然今天的话 也是跟大盘有点正 他这几天每天涨都拉上一线 那今天出现了一个小黑K 这种股票接下来会长什么样子 我觉得他接下来就是等这个五日线上来 因为的话你看 他这边他虽然有上一线 对但上一线之后 他是不是靠五日线 然后就马上就上去了 但今天到高点的时候 其实稍微乖底大了一点点 所以短线来说的话呢 大概就会稍微停顿一下 等他接近一点 但是呢我们就回到刚刚所说的 现在就是呢有很多资金 有些资金就开始去找这些 还没有喷出去的股票 就是我一样是这个概念 但是呢我其实就是有一定的立即性 但是我的这个股价位置又没这么高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短线上 尤其是到接下来第四集 大家在看明年展望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注意 了解好这是杨博 然后的话呢这个话呢 也是比较特别的一档股票 因为呢大家现在在看这个散热嘛 就接下来这个液冷散热 或者静默式散热这边 那你就看到这个齐鸿这些 都开始慢慢在转强 但是呢这一块里面的话 就讲到就是的 他接下来这个水冷液 就是那个液冷里面要用的东西 那这一家公司的话呢 他的东西就是在这个散热里面 也就是说他有拿跟美商一家合作 那这一家他就是做静默式的水冷液 然后呢因为美国其实大家 就是接下来会禁用 他这些就是比较有毒害的东西 就是有疑虑的东西 所以的话呢 因为之前大家用的都是水冷嘛 就预期是水冷 但水冷接下来可能就会停产 那所以你如果用到这个的话呢 因为他是亚洲区的总代理 所以的话是等于是独家拿下这毒粉 所以他这边停产之后 就可能往这边用 对我觉得是很有可能 因为这家公司 其实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就是这家公司 他原来的一冷液 他的他的首席科学家 他本来就是这个他本来就是冷却液的发明人 所以他其实在这一块里面 他们还算蛮有利益的 那重点是这东西还不便宜 因为呢他基本上价钱 应该就五六千块了 就一公升 那大概EU的话 大概就用到四十公升 那大概会用到八U左右 而且他的毛利其实还蛮高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将来到一冷的时候 那这个的话呢就比较独特的优势 所以他会吃到美国禁用这个大饼 对因为这就不能用了那不能用的话因为也没有几家 再加上他本身又是五毒可以分解的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一块的话 他有台湾应该是亚洲独家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可以留意 来看他的优势可以发挥多少 今天收三十八点 我们先看分时 对我们先看分时 因为今天炙烈震荡 对今天也是炙烈震荡 所以今天的话长得本来冲很高 然后下来 尾盘就跟着大家一起打下来 所以今天有很多股票都是上冲下决很厉害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很多中小型股票 尾盘都是有受到联雅的影响 为什么急又会讲这样子 来K线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他的K线 那基本上来说 因为他昨天已经有先拉起来 所以今天再拉上去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些人呢 就是在今天早上冲高之后 那看到尾盘杀下来的时候 那可能就昨天有些人是获利了结 因为我们看他的那个K线 江坡图那边再看一下 所以你就看他的江坡图里面 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最后跌在哪里 也是靠近一点的时候 那靠近一点的时候什么情况呢 就是刚刚讲 就是从联雅下来之后 很多中小型股票全部都下来 所以就跟着一起下来 但是基本上的话 再回到K线来看 那K线的话呢 来刚刚看到所有的位阶 这边也是所有均线都在一起 他们这个底线也是刚打出来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呢 短线上冲高的一个震荡而已 那又回到刚刚讲的 因为股价相对是比较低嘛 他的股价现在的话就是 不到四十块钱三十几块钱 所以我觉得到一等的时候呢 这块是可以特别注意 OK 这集有 来 接下来怎么看连测 连测的话呢 来这个的话就是呢 加登的那个联盟里面 那加登里面 其实是要迅德 迅德不是前几天 有公告了他的那个获利 单月获利 好像单月获利吧 然后公布之后 因为数字也没有非常漂亮 所以的话 他那天也是打下来 那我们看 我们先从迅德来看好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盘很好玩 就是呢 他其实有两个力量在说 就是有些人觉得说 台积电法说会不会利多出镜 所以有些呢 你看最近冲高股票 有些就拉回来 但是有些人就觉得 我管你利多出镜啊 你第四季 不管怎么讲 你第四季高一点 低一点 你明年多大成长 再加上你这个后面的东西 就是铁的事实 也就是说呢 我后面设备大好 这些就是很明白的事实 因为你台积电 明年继续扩 后年继续扩 那说实在话 现在来看的话 有很多设备 他才刚开始扩而已 就是他刚开始交货而已 所以你看 假设我们以这个例子 来做的例子 那他那天打下来的时候 那天打下来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好像前一天 公告他的单月活力 那活力就是很不怎么样 所以当天他就直接开地 但是开地之后 那一天一开地之后 马上就被别人接走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今年数字不会好 前三季数字 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刚公告数字也没有怎么好 但是明年数字好 明年数字就好 为什么 就是台积电里面的设备 台积电设备的边仓 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 他明年的量应该是很大 所以明年EPS 跟今年又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说现在盘 就是两个力量 有些人就说 短信 我怕你台积电力多出镜 所以呢我高档就出了一下 但是有一批人就是呢 我就是等这个时候买 所以我就在下面等你 所以我觉得最近 可能会慢慢出现这种现象 就有些股票呢 你看到好像高档拉回来 拉回来的时候 一碰到支撑 就被人家收走了 那我是举个例子来说 所以支撑很重要 所以支撑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明年的话 我是我的 我所知道的 好像明年应该是超过 十块的活力 所以他一打下来说 你看就被接走 只有今天早上还超新高 所以今天这个盘 就变成怎样 你在操作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个定件 所谓定件就是说 我看好哪一些股票 我不一定要追的 但是哪一些股票 我拉回要买 是 你可以把它先规划好 然后就不会在短线上面 会随着盘这样起起 好所以我看好的股票 如果拉回那个支撑 非常的长劲 代表市场就是有股力量 要巩固它 就是除了你之外 也有别人锁定它就对了 所以你就知道的话 他就是有特定买盘 在那边等 好从迅德回来讲 那连测呢 那我回来连测 那连测的话 其实他跟迅德有合作 那当然他同时也有 这个AOI的题材 那所以的话呢 我们把它的这个K线 把它弄长一点点看 所以你看 他基本上的话 这档回来也很好玩 他基本上上去之后 有没有 他前两天上去之后 后来就拉回来 就快要到临门 一脚的时候就拉回 对 就拉回来之后 你觉得他好像快不行了 对不对 因为他上去以后 你看又不过高 又不过高又要回来 是不是又要躺到这里来 结果他回到十字线附近的时候 马上又上去 然后今天就怎样 变场停办 所以这就是什么 现在盘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想说呢 有时候的话呢 你不一定要去追很高 可是拉回来的时候 有时候当然你看起来 好像快要破线 像这里也破线 这里也破线 看起来好像快要破线的时候 其实就要回到基本面去看 而且现在回到基本面的时候呢 我会建议大家 现在的操作方式是 你就是从你的资金比例去扣 就是说呢 如果你今天是满档 或者如果是满档加杠档 那我跟你讲 这样洗来洗去 你一杯洗出去 一定会被洗掉 所以的话你的资金比例的话 不要拉到很满 不要拉到很满 那你就抓个 我觉得比方说 你可能是五到七成的 现在的资金比例 应该是可以让你很舒服 很安心的比例 那你用这个比例来看的话 那你就找股票定点 拉回来的时候买 你就不会在他冲的时候 上下震荡的时候 很容易就洗掉 所以现在的话 我觉得整体来说 我们大的格局 还是往上面走 为什么 因为第四季的时候 大家要记得 为什么像刚刚讲的 迅德那个东西 他那个出来数字这么鸟 就是说我不怎么样 为什么那天开地下 大家要被买上来 就是因为现在第四季 真的大家就不看 今年的东西了 今年数字已经不重要了 那你现在我们十月份 然后呢 你接下来到十一月的时候 你更不会去看 今年的东西 到十二月的时候 你就直接去买 明年的标股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大概就是呢 我觉得第一个 可以从你的资金水位去控 你先把资金水位控好 那控好之后的话 那我觉得剩下很多个股 操作上你就不会觉得说 这个盘振来振去 到底要买还是要卖 包括台积电也是 你想要买多少台积电 那你认为在后面 你的比例要控多少 先把这个东西先决定好 那决定好之后的话 那你就可以慢慢建立你的持户 了解 好 这是连测 来最后一档 怎么看龙哲科 龙哲科也是 那龙哲科 这也是洗得很彻底 真的洗得很彻底 然后呢 那当然的话龙哲科的话 他的题材 这个也是跟什么 跟水冷有关 那跟水冷有关呢 那因为他的大股东 那大股东呢 就是呢 这个在日本那一边 那就是有接到相关的订单 应该是跟辉达相关的订单 好 所以呢 那之前的话 我们先看他的K线 怎么说洗得很彻底 对 因为我们把这边 把它放大一点看 来 你看他之前这样上去之后 那拉回来嘛 那拉回来到这边 是不是他在这里盘了多久 他在这里盘的时间 其实非常非常长 他在这里盘整之后的话 我们把这边弄掉 弄掉之后他盘中 来 他盘中的时候 一度还快要过高 结果没有过高之后还反杀 反杀之后还差一点 连月线都跌破 所以你看 你这个如果说你不要看 今天这两根 你不要看这两根 在前今天之前 你会觉得这走是很烂 只要一开地就挂了 对不对 一开地就会面临庞大的慢压 下来之后下一条线又这么远 对 可是你在看的时候 把这个再放回去 你就会发现 有没有 他这个上来之后 到昨天的时候 他开盘的时候 他就没有在管理下面 差这一点点 然后直接开高 开高之后 今天一个一个跳过去 我就跳过去了 好 这又回到我们之前讲 就是标准的看明年 他标准的再看明年 为什么 你说今年数字很好吗 也没有非常好 所以九月云说有上来 但九月云说上来是水冷订单吗 不是水冷的订单 对不对 那水冷订单什么时候发酵 明年发酵 那大家就是觉得 反正你大股东 就是接到了这个水冷设备 你接下来要出这些水冷头 这些设备 你大股东就出这些单 这些单他就要分给他 所以的话 他讲的就是什么 整个也是明年的题材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盘就是 大家就是各路人马 各自锁定各自的东西 他不一定去追 但是我看好的题材 那他如果拉回来到 有支撑附近 或者被杀下来的时候 就会有人偷偷拒绝 太清楚了 谢谢惠子老师 请先回座的看好的题材 趁他拉回来 回头去关心他的基本面 心头俩后灾 才知道在接下来 怎么面对这震荡的盘势 这些都是有题材的操作策略 就给你做参考了 好 休息一下等等 来看看外资 外资在今天在现货大局买超 买什么呢 买超红海 买非常的多 怎么这么巧 今天头信买超第二名的 也是红海 原来因为 灰达已经冲了收盘新高 而且预告 Blackwell现在 未来十二个月的产能 全部被抢光光 所以红海振上 两百零七块钱了 下一棒是谁 休息一下 建讯告诉你 因为灰达执行长 黄仁勋告诉大家 现在Blackwell所有客户 抢得非常的疯狂 也因为灰达的主管透露说 目前在Blackwell的一个GPU 不仅仅未来十个二个月 所有的产能全部抢购一空 所以带动了昨天灰达的股价 再创收盘新高 那第一个出货 GB200 AI四伏器的就是我们的 红海啦 今天股价最高来到了 两百零七点五块钱的价位 前高有一个价位在这里 有没有机会挑战成功 大家要问的是 真的未来十二个月的产能 都被抢光光了吗 大家要问 除了红海 有可能成为全村的希望 还有谁有机会 鸡犬升天 建讯我们请您上台来 一样 我先请您简答 透露一下 他们说未来十二个月 能见度这么高 都被抢光光 真的假的 不要忘记这句话的原文 其实是黄云轩嘴巴里面讲的 而黄云轩是谁 全世界最会卖产品的男人 买越多省越多 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 可能是一个话术 产能就跟时间一样 挤一挤就有 所以饥饿行销 你现在不买 买不到了 对 就凭你排队这样子 所以他的目的跟用意 就是在铺陈 我的GB200好棒棒 你要买等一年后 谁叫你之前不买 好那我问 现在到底试况如何 好 试况有没有好 我确定是好的 因为我们也做了一些 基本面的研究 那前几天就是 回答不是搞了什么 三天的 这个回答的分析师日 AI峰会 你知道同一天 鸿海搞科技日 同一天 太平洋的两个科技大厂 都在讲 AI好棒棒 所以东西就呼应了 你说这没有讲好 我才不相信 哪有365天就这么刚好 就刚好碰到 然后两边都想需求很疯狂 所以在这个 回答他出来讲了之后 他的大摩分析师叫 Joe Moore 他就说 真的是很棒啊 那今年第四季 要出2.5到3万颗 可以贡献 回答他5到10亿美元 明年第一季跳三倍 OK 明年第一季跳三倍 所以我是觉得 GB200这件事情 卖完这件事情 是不是事实 部分是事实 那你说大摩也不是阿呆 他也不是笨蛋 他也会去问下游 你说你卖完了 你卖给谁 你把那个客户名 你叫出来给我看 那我再去问客户 那你不要忘记了 这些在哪边生产 在台湾生产 我在大摩 外资为什么他厉害 就是他的研究团队强啊 我一方面参加你挥答 然后我同时可以 check你客户 我反过来叫台湾 那个研究团队 帮我去看一下台积的投片 有没有投 对在一起 如果对到了 他可能就会出这个结论 大部分可能都已经卖完 我觉得外资报告可以看 就是看在 他有全球可以去check 他的供应链 好 我们今天特别来稍微 讲一下说GB200 你既然说卖得这么好 你是卖给谁啊 那卖给谁中间也没有发生一些产业的变动 我觉得是有 我捡了这个凯基的报告 他说今年的这个AI伺服器 百分之五十八 2024年是来自于四大CSP 微软占百分之二十一 亚马逊占百分之十四 那可是明年呢 明年GB200呢 百分之七十五是卖给四大 对 来那个助华你带大家跑一下 微软三十六% 对 亚马逊十八% Google十一% Meta占十八 所以你们发现四大CSP其实都是GB200主要买的人 对 我们不是之前有讲过GB200我在电脑展我有去看吗 其实就这么宽 然后比我高一点 这一台两百万要三百万美元 贵得要死 我就是贵着看 因为它很贵 一台将近快一亿元 那这么贵谁买得起 就是这四大才买得起 那所以你看 今年 明年 明年的可以说是这个微软就砸了大钱说要买 那亚马逊也说要买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张图 最大买家就是微软 其实是亚马逊 这个里面它Bread down很清楚 你机贵数 你的型号 你的比重都清清楚楚 这个是我剪凯基的报告 微软明年出两万块的GB200是这个NVL72的占36% 主要ODM涨是鸿海 那这个AWS的话主要出的是广达 亚马逊的云端公司 对 Meta主要出的是广达 那你就发现机贵数 型号 比重 ODM都清清楚楚 那就是因为太贵了 一台又这么贵 就只有CSP可以能够买 全世界最大的云端企业可以买得起 我跟你讲 要做CSP的生意 你要做GB200的生意 其实还很困难 你知道吗 怎么说 你以为黄仁勋看起来人钱好好 帮你到处签名 你要做他的供应商 其实很辛苦的 怎么个辛苦法 你不要说这些广达鸿海 其他的什么散热 人钱看起来很风光 我跟你讲 你要抓他的订单 你很多钱 你是要捧给挥达 我说我跟你下订基 你给我订单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有很多的资金才能够投入GB200的生产 你不觉得有很多家都在发债吗 都在发可转债吗 这个都是事实 维影伟创 鸿海技嘉双鸿 有发ECB的 有发CB的 有现增的 就是你要做GB200 他就是一个高大上的行业 金流就是要很强了 我们再看下一张 跟大家讲的是说 挥达还有源源不绝的新机种 这张图 我特别请我们办公室的同事帮我加工了一下 来现在出的是H200 OK现在在这边2024年的第四季 H200 那现在要出的是B200跟GB200 那GB200 为什么 我们台湾的业者没有很喜欢推 因为他规格绑死 他跟你指定按摩架构 很多的零件都跟你绑死死的 所以我要做GB200 我的毛利其实没有那么高 没有那么高 那他投在哪边 投在台积电的四那一米 那用的是HBM31 好 那到明年又有一个 比较降轨版的B200A 特别比较值得讲的是 Blackwell的Ultra 在来明年的 明年中 中旬 明年中旬 他有一个高度客制化的版本 同时支援NVL36跟72 又用X86架构 你看 从安眸架构变X86架构 他主要是为什么 主要我跟你讲 他为了要躲避这个反垄断 所以我在明年中跟你搞了一个高度客制化 目前叫做Blackwell的Ultra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他都已经想好了 我想好了 你说只有到明年中吗 没有啦 我连2026年我要出什么都跟你讲好了 2026年我要买Rubin 放HBM4 然后是用台积电三奈米的一个 所以他的road map这么的清楚 那我问 主码如果你是买家 如果你是四大CSP业者 对你要怎么办 你看 什么经典款 入阶款 什么经典款 然后什么伯爵 那个尊爵款 你买不完 你收集不完 前先准备好 小改款 大改款都改不完 那你要怎么办 前先准备好 前先准备好 除此之外 你是不是开始要有点精打细算 从H100开始买H200 然后什么 所以太多型号了 所以这些四大CSP业者 也不是阿呆 他们也想说怎么样子可以 有跑出更好的这个绩效出来 所以明年的资本支出 趋于精打细算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们在讲说 AI好棒棒的时候 要特别去看这一张图 你看十大的云端 这个服务业者 明年的年增率 是开始有点趋缓的 是开始有点趋缓的 这边一样是凯基的报告 我抓了 从2024年 2024年统计下来 这四大CSP是大概 2059亿美元 这单位是亿美元 那明年是2290亿美元 你不觉得明年好像 四大CSP没有增加很多吗 他买了很多GB 可是我的钱就是放在GB 我其他的伺服器 好像没有办法买很多 所以可能会有一些排挤 会有一些压缩到其他部分 对 好 我们看完这些图之后 我们再来回到这张图 你看2017年的时候 可能是伺服器大幅增加 他的年增有55% 那时还是传统伺服器 传统伺服器 那今年 今年是好年 对 今年24年增加52% 今年是好年 可是明年从目前看起来 四大CSP明年也没增加 有啦 但是都是小真 你看Meta 从379亿美元到447亿美元 亚马逊从654亿美元 到723亿美元 没有很多 对 怎么会有这样的落差 能见度明明已经到了2026 但是增加的幅度 又没有想象中的多 所以我才跟你讲 这是不是有可能是 黄云轩的话术呢 当然是有可能 所以 我们就 这件事情我们可能记在心里 AEI可能能好到2026 可能好到2026 但是25年 这些云端的业者 就已经在金打细算中 我们在投AEI的时候 这一个图可能要记在脑袋里面 好OK 如此的金打细算 但是他钱还是要花 东西还是要买 谁可以吃到这个大饼才重要 好 我们可以讲说 鸿海可能是不是全村的希望 对 我们就已经讲了 GB就是第四季的主角 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好 而且鸿海自己也讲 他在科技里面刘安伟说 我是第一个最快出货 给辉达的GB247的 不只这样 而且我要出最多 最快最多 墨西哥加码 对 你讲的非常的轰轰烈烈 这一样 这本来是大摩 对于鸿海的研究报告 其实大摩的上游的研究报告 首选 上游是台积电 下游是鸿海 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就是GB就是首选 对 GB就是首选 非常的清楚 好 我们先来看 大摩怎么看鸿海 他的目标价给到270块 其实很高 今天首选价是200出头 今天最高207.5 对 那他怎么给出来的 我们跟大家说明一下 今年大概是估11块6 明年大概是估15块 所以他是用明年的15块 给他18倍的本益币 得出目标价 那你说值不值18倍 这个能够见仁见智 那大摩认为他值 那不见得他真的值 你自己要去思考一下 好 那刘洋伟那天讲什么 他就预告说 主权AI之后啊 会有主权伺服器 对 主权AI就是软的嘛 AI级国力 AI级战力嘛 我们要建立我们自己的AI伺服器 那AI就是一种战略物资 OK 当AI已经变成战略物资的时候 你不只是要能够有软的 连硬的伺服器 你要能够做啊 你软硬才能够结合 才会成为你的这个战略物资嘛 所以刘洋伟讲的是这个概念 那所以 鸿海270元 甚至有人看更高的 高盛可能看更高 就是第四季 准备要出货的这个鸿海 我觉得目前是外资的心头好 没有什么疑虑 除了鸿海 我们说接下来全村 还有谁有可能中秀才 这也是我从外资报告里面去挖掘出来 那我们的小编很认真把它全部换成了中文 就是说除了鸿海之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公司也都在布局AI布局这个GB 那我们就要看AI的营收占比在明年可以多少 那获利又可以增加到多少 我们一个稍微来看一下 伟创今年 他的获利工 AI的这个获利贡献 买到18% 你可以到23% 还可以 那鸿海来了 我们刚才讲的 跳一倍 从6%到12% 你可能会说 你出这么多 结果你只能 鸿海只能贡献你12%的获利 因为鸿海他的贝斯太大了 他的其他的量体太大了 所以你就会觉得 鸿海 他本益比%升 真的是GB帮了很多的忙 你看他绝对占他的获利比重 其实并没有很高 可是他今年2024年也才占6% 就可以让股价涨成这样子 涨一倍 对 明年的获利比重跟今年起来 其实是倍数成长 倍数成长 但是虽然绝对的比重还不高 但是至少比今年成长 所以我只能说市场或是外资 对于鸿海的转升 华力转升是投下的这个肯定票 那再来是维吟 维吟从29%会拉升到41% 那齐鸿也拉很多 齐鸿也拉一倍以上 那齐鸿就不用讲 齐鸿跟双鸿就是他的艺冷 从明年开始 这个会开始爆发 所以会跳一倍 那季家从36会增加到38 不过季家很妙 季家的AI营收比重 其实在明年会成长到61% 但是获利的比重 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大 你问到一个重点 那就是你做这个东西 你的毛利好不好 如果毛利好的话 你的比重获利就会增加 如果毛利不好 你的AI的获利就会开始往下掉 你真正讲到重点 那季家的话 最近也是GB200也是在认证中 那再来是广搭 广搭特别要稍微提一下 就是说第一波出的GB200 是红海没有问题 那明年第一季 明年第一季出的就是广搭 所以最近广搭很强 背后就是买什么 就是GB吧 就是GB design一样的意思 那双红从5%到31% 这也很大 一样就是这个一冷三热 那再来智茂跟川湖 都从两成多慢慢的往上点 OK好 这是在获利的比重 那外资怎么看好 在其中的指标股 可能会有谁 好 这个就是今天早上一样 是在最新的报告 最新的报告里面 那他看好的是 大摩看好的是四档的这股票 其实他也不是今天才看好 他就是一直看好 他的view其实都是很长的 那为什么会有交易货币 就是因为他有些是 推美股有些 有些是推大陆的 所以他交易货币 我特别要把他选 这是台股 那距离上涨的空间 大概都还有 你看他选的今天都不错 对 红海也没有四五% 其后也没有四五% 广大也没有四五% 所以从这些结果来看 GB就是王道 GB就是已出 所以呢 这是谁与针锋 这个很明显 第四季就是GB的季节 太好了 谢谢建勋 请先回座了 每个礼拜二 原来大摩出了最新报告 这之所以为什么 每个礼拜二 请建勋来上节目 把早上出的报告 热腾腾的提供给观众朋友 这是汇集了所有AI的一些重点题材 大摩看好这四档 最主要 平等买进的目标价 以及距离在今天收盘价 还有多少的空间 提供给您操作上做参考了 休息一下稍后来 我们延伸这样的题材 红海不错 台积电不错 除了是全村的希望之外 对于在第四季 这些集团作帐 有什么事半功倍的力量 哪一些的集团色彩 在今年第四季会特别的亮眼 休息一下 紫东告诉您 接下来这段精彩了 我们要汇集在刚刚的重点 我们刚才讲了台积电 讲了GB200 讲了细光子 这些最夯的主流 有一个特色 都藏有集团色彩 所以重则大任 紫东请告诉我们 哪一些在接下来 第四季最亮眼 好 因为这个部分 刚好是时间碰上第四季 有两大势力在这个地方 应该就考虑到 年底作帐的问题 一个就是投信 另外一个就是 集团股本身要作帐 那投信这个部分 其实就很精彩了 像刚刚惠迟老师 其实有提到 比如说这一档联军 那联军今天 刚刚其实惠迟老师 也有讲到 今天怎么开高 然后之后走低 原因是第一个 我们讲到第四季 投信要作帐 它的持股的比例 刚好要维持在一个 很漂亮的区间 如果投信持股比例 够低只有2% 3% 那它在这个地方 第四季作帐 也没什么用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 投信的持股 按照过去的惯例 如果持股超过15% 有可能大家担心 作帐变成结帐 到顶了 对 到顶了 所以它维持在一个 大概是8%到15%之间的 投信持股比例 那是它作帐 最漂亮的一个区间 也是作帐 最有可能的标的 我以为越低越好 越低不是还有 比较大的空间 可以加码吗 对 但是如果它投信 原本持股 只有一% 2%的话 它再买上去 占它的股本不多 占它的这个比例不多 没办法快速 拉到它的绩效 所以它本身 原本持股的比例 已经8% 7%了 再多买一点 把股价往上垫高 它之前买的这些筹码 基本上股价这个绩效 也会快速的做一个垫高 所以第一个 投信的持股 那当然这四档 投资朋友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 投信这段期间 全部都是连续性的买超 所以最好的是在 8%到15%之间 还有空间又不会太少 对 这个部分 那我们列的这四档标的 其中一档 联均那到底今天出了什么问题 如果我们去看 它目前为止的本益比 367倍 原来如此 其他个股的本益比 大概都是30倍 10几倍 就是只有联均这一档 那联均 大家会说 它本益比367倍 是不是腰股 倒也不至于 因为它刚刚才开始赚钱 对 它刚刚才开始赚钱 而且它的股本其实偏小 大概就是14亿而已 这几档个股 基本上都是9月营收暴增 但是就跟刚慧迟老师讲 其实我认为 它这个细光子相关的 因为它正在比较后端 封测的部分 它的营收还没有贡献 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这个漂亮的营收 都是来自于 原本它做的产业 主动是光鲜光染的 这个产品 这个原本我们在说 在伺服器 原本就是已经采用 光鲜相关的通讯模式 所以联均 它好看的营收 其实都是来自于 它的本业 这个我们讲到 细光子的这个营收 基本上都还没有贯注 那细光子我们知道 它明后年两年 应该是甚至是 十倍百倍的成长 都有可能 所以有机会 先快速的把本益比 往下做一个调整 只是大家在这个观感上面 或者是信心上面 难免会比较不足 所以我们特别讲一下 联均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其他几档个股 甚至我们讲到金顶 这个我们讲到都是这个 原子层基层 这个记得非凡之前 也有做过一个相关的 有上过课 对上过课 我们今天会稍微来 来了解一下 因为关于这个主题 关于这个题材 目前为止也都还没有反映 所以这四档个股 基本上目前为止 我们做一个超级比一比 那旗红我们也可以稍微讲一下 从筹码可以看到一点端倪 因为大家会认为说 GB200 双红也好 旗红也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江波图 那投资人就纳闷了 说两档都好 其实买两档都没有错了 但是有些人说 为什么今天就是旗红 3017的旗红 再来看一下3324的双红 为什么这一段期间 到了第四季 他涨2点多% 旗红涨了4% 而为什么这段期间 就是旗红 他在这个地方 股价表现得比双红还要好 题材一样 那这个部分 应该就是筹码在这个地方 可能会想要加紧脚步 做一个把股价 往上拉抬的动作 所以我们从筹码的这个部分 基本上就可以观察到 解决很多个问题 解决很多个迷失 为什么旗红比双红强 联军出了什么问题 等等的这个部分 基本上这一张表 我认为投资朋友好好值得 而留意做一个参考 那我们来讲 这四档 本益比目前为止 最低的金顶 ALD薄膜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会再细谈 那我们先记得 这张表之后 我们就往下讲 因为我们刚刚的标题 想说这叫做和平版本 和平版本的意思就是说 到第四季嘛 投信基本上就是 你好我也好 大家一起把股价往上拉抬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 会有另外一种版本 就是A基金在这个地方 可能会认为说 我跟B基金 这个绩效很相近 为了要冲高这个地方 我的绩效 那我必须要买进 我的基金本身持有 某一档特殊的个股 我专门去拉抬这一档 而不是我们单纯的看投信 而是我们要拆分成 每一个基金 它到底持有的 什么样的个股 刚建勋其实也有提到了 我们说现在到底是台积好 ETF好 基金好 其实不用太去比较 只要能够打赢通膨都好了 那我们列入的是 一般的股票型的基金 那一般股票型的基金 甚至它可以去买 传产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发现 今年近一年报酬 表现得很好的 像是富邦基金 表现得很不错 目前为止 以一般股票的基金来讲 一年的报酬 目前为止第一名是它 那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只列入四档 这个国菜基金 I类型跟国菜基金 它是同一档 I类型代表的是专门服务法人的部分 那前四名基本上很靠近 甚至我查了一下 前二十名都很靠近 都在今年的报酬 都在差不多三十%以上 所以都很好 那反而是我们要注意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现在目前为止 第一名的富邦精准 它到底有没有精准呢 它买进哪一些标的 那这一个大家看到浅蓝色的 占它基金的9.2% 谁台积电 第二名联发科 都没有买错 第四名建策 联雅 最近很飙的股票 它都有 那这个部分我们说 第二种版本 就是如果台新这个基金的话 它想要超 它想要台新主流 它想要超过这个富邦的话 它就必须要加紧脚步 但是它买超第一名的 占比最高的 3017的齐鸿 所以其实我认为 都是在做对的事情 那像红硕啊 加登啊 半导体设备 广达这ETF 其实这些基金 基本上通通都有买进 所以你意思是说 刚刚那是和平版本 但如果你要比别人更好的话 可能会从这些成分股当中 去加强加码布局 这些比重比较高的吗 没有错 就是如果今天 我是这个富邦精准的 这个基金经理人 我可能就会说 联发科我们买超的比重 比较多一点 那第四季 我们就单买联发科 买多一点 那如果今天是台新主流的话 就是说 齐鸿我们独门独市 那如果我们要拉台 我们的绩效的话 我们就会买齐鸿这一档 了解 好 这个逻辑懂 对 这个逻辑懂 那所以有两种不同的版本 一种是 就是竞争版本 一种是和平的版本 那这个部分 我们发现 其实不管是 这些基金 基本上都会集中在两个题材 除了我们讲到GB200 那往后延伸嘛 刚好都有散热相关的这个族群 但是像富邦着重的在建策 台新着重的在齐鸿 但是题材都一致 所以我认为就是买新的标的 也没有对错 但是我们要去注意 谁可能后来居上 那另外一个就是原子层 层基技术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们会细谈 因为饭权这段期间 基本上是因为细光子 相关的题材被拉台了 但是它后面还有一个大力多 我认为这个ALD原子层 层基技术 目前为止这些公司 都还没有反映相关的营收 那目前为止比较聚焦在饭权的 应该是富邦基金 那天宏是凯基基金 所以这一档 住法应该也不陌生 常常提到天宏 也是因为ALD原子层技术 这段期间快速的被拉台 但是我们考量到基本面 其实股价会上涨 后面都是要有人在这个地方 愿意把股价往上做一个拉台 所以这些卷商 我们说目前为止 前几名可能会感激笑的 大概就是这些卷商 那这四档里面 目前为止我们说以长线来看 虽然我们说饭权跟天宏 今天也是偏向于修正 但是如果我们就来看饭权好了 我们看一下饭权 如果以中长线的结构来看 因为它挂牌的时间不久 我们甚至转到月线来看好了 它目前为止 我们给它万里无云的评价 就是创挂牌高 难免会有卖压 但是我们说创挂牌高有个好处 卖压来自于两种卖压 一种叫做获利了结卖压 另外一种叫做解套卖压 万里无云的个股基本上就少了一种卖压 就是解套卖压 投信如果今天要做账 在上面不会有人跟它对坐 这个是在第四季比较容易发生的一个现象 所以今天饭权虽然偏向于修正 但是我们往中长线看 因为今天矽光值有点被联雅带下来 但是有一些利多还没有反映的相关的个股 我认为后面其实本身还是有机会 所以这些都是券商布局的重点 各家券商布局的一个焦点不一样 但是刚刚一直强调ALD 来复习一下什么是ALD ALD 那ALD其实我们甚至可以强调缺点的 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涨经的速度非常慢 那原子层成绩简单讲 就是例如说我今天想刷一面墙 以前的气象成绩就是 我拿一个一桶油漆 直接往墙面上泼 我泼的时间够久 整面墙全部都会是油漆 但是这样子是刷油漆的方式 好像不是嘛 要拿一个滚筒在这个地方 一层一层的往上撸 那这样子这个墙面基本上 就会非常的平均 那这个部分为什么我们说 现在才是原子层成绩 其实以前很多年前就有提过这个概念 只是原子层成绩就是 它耗费的工时非常的长 成本非常的高 因为它是真的是一层一层涂上去 那这个部分呢 基本上刚好我们讲到要进入到一个2奈米的世代 那金贝供电就表示2奈米你要做的非常非常的薄 以前的气象成绩法 就这个部分可能不符合2奈米的方式 所以现在开始原子层成绩 明年2奈米的试代 所以相关的部分 这是原子层成绩 它的这个涨金的模式 那甚至因为它化合物的特性 还会把一些杂质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些排斥现象 它不是要它的排列方式 不是要它的化合物 这个部分它会先排掉 然后再一层一层的堆叠上去 这叫做原子层成绩 很符合2奈米的世代 所以这个部分呢 基本上我们说像是饭泉 因为它是做后端的检测 那甚至天宏 它是本身做相关的设备 这些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反映到它的营收 那真正2奈米开始爆发的时代 应该是明年 因为下半段我们会讲到艾斯摩尔 也开始要跟台积电合作 往2奈米以下的制程开始迈进 所以就这一块 基本上我认为为什么投信现在开始压保 因为我们往长线讲 大家会以为说 那投信是不是做到12月底就做完 就这样就算了 这个也不一定 也不是说他们做完绩效之后 明年第一季就不买了 也是有可能持续加码 原因在于ALD相关的领域 这个部分目前为止 还正在一个萌压期 所以是有机会的 集团的焦点 其实今天大家应该提供很多 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个股 鸿海底下的子弟兵 因为我们讲 有的时候祭底作战 未必是说我鸿海一定要大标特标 联发科一定要大标特标 只要这些五公司本身的股价相对持稳 背后的坐手 其实他们的心态就会比较宽裕 那底下的子弟兵 一档一档的就会冒出头 等一下这个 这个汉尾应该是会讲一下这个低轨卫星的部分 这个也是鸿海在做的事情 那光虹基本上就是讲说这个细光纸会不会改彩microLED 正达原本是建筑的玻璃基板 现在变成FOPLP面板散出型封装 那建汉呢 这段期间呢 这个待会汉尾应该会讲到说 我们这个OneWeb跟中华电机合作 我们台湾本土也要开始进入到 全覆盖低轨卫星的世代 那相关的概念股建汉也是有机会被拉抬 那前提是要相辅相成 那有一个集团股比较可惜 这段期间没有被大家谈到2454的联发科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其实今年第二季的时候 联发科就已经跟鸿海合作 原本就开发了这个细光纸的模组 2454的联发科 这段期间比较委屈 不是它的股价不好 是因为它不够飙 就单纯只是因为不够飙 那大家就忘记它 但是这段期间我们发现 这个投信的买盘 其实还蛮连续的 也还蛮积极的 那毕竟大牛嘛 基本上动的会比较慢一点 2454的联发科 其实股价表现的也算是相对稳健 站上所有均线之上 也慢慢开始恢复它的攻击力道 那2454的联发科 基本上我们说 它刚好也发表天玑9400 那这个部分呢 本身也有细光纸模组 另外一个部分应该就是底下的达发 也是要往低轨卫星这个领域 相关做切入 那第三个 我们说广达在这个地方 终于松一口气了 我们接着红海就轮到我们表演了 所以广达 今天多位老师都有提到广达 本身没有问题 那后面我们讲到这个 马斯克·Roboteksi 基本上展一展 后面去展出它的机器人 机器人这段期间 也开始慢慢从低档 慢慢开始恢复元气 所以这三大集团 这三大家族 基本上 我认为 祭底是有机会作帐的 底下的子弟兵 像是达发 建汉 达民 机器人 低轨卫星 相关的敌裁 我们都可以多加留意 太精彩了 谢谢子东 请先回座了 讲到了 祭底除了投信锁定之外 还有集团作帐 有哪一些多头可用之兵 用给你做参考 来再延续下去 虽然这次 马斯克推出的 华尔街不买单 但是同样 马斯克的SpaceX 现在寄出的火箭 可以完全回收 全世界第一个创举 这场全球的太空竞赛 台湾的进度在哪里 休息一下 正下告诉你 等一下 先不要走开 前线百分百的观众朋友 好可爱告诉你 我们有新的理财频道 请锁定 Stay Rich小资理财蓝图 欢迎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每个礼拜二 礼拜四晚上会有新的影片上线 投资理财千万不要错过喔 小资族懂得善待自己享受生活 培养品味与兴趣 也要懂得理财 做聪明的消费者 每一笔花费用股票 ETF 基金 无痛增加被动收入 做有原则的投资人 每一笔投资 靠纪律 胆势 离性 降低风险 赢得报酬 Derry小资理财蓝图 影片每周二四晚间上线 武器余林 陪你一起分享 才不自由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才可以掌握最新资讯喔